大维屋苑名城由宠物猫游大厦高层飞堕落街 昨晚28日深夜时分 有人上载两段片段到社交平台Facebook群组 大维名城住户古Festival City台为Residents Group 由片段中可见 一只白色的宠物猫怀疑因为单位未有锁好门窗 在大厦高层单位的露台徘徊 片段已由该单位第一层的女住户拍摄 当时依女童与拍摄者发现宠物猫在露台的栏杆上排 其后传出树声啪啪声 女童大为紧张不断对猫表示入返去啊 又这拍摄者你无好隐渠了 你隐渠就想过离你渡啊 拍摄者这女童联络保安快打落去保安你同渠讲 女童立即回应你离你离 雾猫的处境危险更一度想从露台栏杆跳去窗的盐棚位置 拍摄者立即被吓至大叫无好啊 好啊 宠物猫骑后掉头 向另一个方向行 围棋间骑 一只手一踏空 吓至两人立即大叫 从另一片段 见宠物猫已经由露台走到窗外的狭窄盐棚 片 开始时已见到宠物猫靠双手 它是盐棚 双脚眉 它在盐棚上 突然宠物猫向下一望 并伸出一只 向下 宠物猫随即失平衡 由盐棚飞堕地面 被设 被吓至大叫 女童一受惊豪哭 片段至此结束 片 惹来热议 不少网民批评猫主 未有将门锁好及 装猫网 爱 无装窗网 无好养猫了 不知所谓看主 无好在养猫 其中一名网民指自己喂猫主 他表 对无助 细我毛好好扎实对门 一加紧 暂时喂 到 其后有人回复称 管理处话已经翻 已经IP安 星岛头条AP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 浏览更精彩内容